学长 谢谢你送我回来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么客气 你需要回生病的 我送你进去吧 不用了 我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所以都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怎么不开灯啊 刚才还和野男人狼情惬意的 怎么 现在装起圣女来了 你什么意思 刚刚那位和我身价比你可差远了 你这个如意算盘 似乎打错了 怎么了 还想打人啊 混蛋 阮方 阮方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喂 儿子 小薇哥二了 您快过来 好吗 我去 天薇啊 以后别再做傻事了 伯母啊 还等着喝你敬的媳妇儿茶呢 可是爷爷 我会让男方离婚 我没有男方活不下去 爷爷太老糊涂了 你在我心里啊 永远都是我的好儿媳 小薇怎么样了 幸好啊 这伤口不深 有发现得早 好 我去找一下医生问的 好吧 小薇 这种事情我不希望还有下次 对不起 男方 我一想到你每天要跟那么恶毒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我就很难受 你先好好休息 别想这么多 你妈妈先来陪我 我一个人害怕 你先睡觉 我去打个电话 我去打个电话 救命 你呀 幸亏昨晚我及时赶到 不然你死在房间里都没人知道 要不怎么说你是我的福星呢 反正只要有你在 我肯定不会有事的 怎么了 好啊 怪不得对你不闻不问 原来外面有女人了 瘦男方 熊 瘦男方 你呀到底是不是男人 把高昌的老婆扔在家里不管 自己和狐狸精小夏在外面鬼混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你谁的 老娘叫傅熙闻 是少妍的好姐妹 你妈谁的狐狸精呢 骂的就是你这头黑心大白脸 也就是瘦男方这只虾脸的大猪蹄子 能上了你的当 千年的白骨精 老娘都没有放在眼里 何况你这只刚成了型的小狐狸 哎呦 还真是柔弱呢 老娘今天废巴了你的话皮不可 熙闻 你冷静点 傅熙闻 马上带着你的朋友离开这里 否则后果自负 你怎么这么傻 人家小夏都骑你头上来了 你反倒躲起来了 毕竟 是张天威先认识南方的 严格来讲 我才应该是进入他们的那个人吧 胡说八道 但是南方要真喜欢那黑心大白脸啊 当初为什么要娶你啊 娶你又对你不闻不问 这是真的吗 学长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受伤了 别看我 你宁愿选择一个不爱你的 也不肯给我一个机会吗 对不起 学长 我已经结婚了 南方 我真的不是小瑟 他们男人不要污蔑我 好了 我一心无愧就好 好吗 南方 你是去做少演吗 我回公司开会 我回公司开会 妈 我到了 天文夜酒在哪个病房 顾大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来看个朋友 你有空吗 我们 我还有事先走了 帮我查一个交付兴奋的呢 孙芳啊 对不起啊 都是我 才害得你被公司开除了 没有啦 老娘早就不想干了 可是 没有可是 如果你真的心疼我 那就请我吃顿大餐吧 今天 你随便点 这可是你说的 走 南方 我可以跟你谈谈吗 我很忙 就耽误你两个分钟 说吧 那天在医院的事 我替西文向你道歉 还有一分钟 西文他只是想替我打抱不拼 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你有什么气的话 冲着我来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在背后搞小动作 害西文丢了工作呢 你说我在背后搞小动作 你不能仗着自己有权有势 就这样欺负别人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真的很过分 我告诉你 我现在方舟任何事情 都是正面干的 从来都无二人 真的吗 信不信随你 最近公司很忙 所以我要搬出去 终于一段时间 站住 爷爷 您怎么来了 阿富 是你同意 让张家的人 住自上市的 你明知道他们野心不过 不可能甘心当个小股东 为了一个张天威 你连我们盛家的产业 都要功手相送吗 这件事情跟小魏没有关系 你要说野心 哪个年龙没有野心 他们的管理我 是只会让盛世一步步走向死胡同 闭嘴 混账东西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就由得你胡来 去 把我的皮拿来 爷爷 爷爷 你怎么打的 混账东西 爷爷 少爷 爷爷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是时代变了 南风说的话也不无道理 不如您就放下成金 您听听南风的话吧 今天就看待少爷的面子 我今天饶了你 臭小子 好好想一想 谁才是指定你珍惜的人 喂 少爷 公司通知我回去上班了 不仅赔礼道歉 还给我加了工资呢 原来真不关盛南风的事 都是那个张天威搞的鬼 西文的事 是我错怪你了 这没什么 只是我看不过 有人打着我的旗号 自作主张罢 总之 还是谢谢你 这个药膏对伤口的恢复很有效 你自己不方便 我帮你吧 你不回答 我就当你答应喽 我能等吗 那我请你一调 我能童�zę吗 你出去 不 你把那个拿上 你也受伤了 你走 其实我觉得 男方他这个人 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尽人情的 但其实内心是很温柔的 我相信 只要我真心对待他 他肯定是能够感受到的 是是是 总之呢 你老公什么都好 他瘦南方大概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 这辈子他娶了你这么好的老婆吧 哪有那么夸张啊 反正啊 他要是再敢欺负你 那我就 南方 怎么不做呢 小薇 你怎么也在做 小薇你先别激动啊 起来 几个人现在朋友搞不好啊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 南方 你怎么喝那么多久啊 来 来 坐一会儿 别管我 现在放你真的是疯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幸好今天还剩十分钟 生日快乐 吹蜡烛呀 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吃一口 好吃吗 你可以自己尝尝 嗯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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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吃一口 打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乐 脱这种 吃一口 诚 雨 也 我 男方 我终于真正和你在一起了 想 想 你还想 真喜欢 找是什么人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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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马上去查一下苏少言外婆家的地址 还有 把附星文的电话地址给我 别再死缠烂胆了 男方永远不会爱上 丧年的暗恋 赶年了婚姻 还以为终于守到云天监狱里 原来 这是一场臭臭臭臭的心 少爷在哪里 什么 少爷又不见了 你确定你没看到过他 老娘这两天天天在公司加班 看到黑眼圈没 我哪里有空见他 一有他消息立马联系我 喂 少男方一把话说就是带走 死渣男长得帅有什么屁用 死渣男长得帅 别让我找到你 妈 儿子 姊姊怎么样了 她在愿意抢救 对不起,我们已经经历了 对不起,我们已经经历了 那不 该 勉强你去少爷 可是 爷爷 既然南方他有喜欢的人 不如我们还是把婚礼取笑吧 今天的事情 你也看到了 你真的甘心南方和这种女人在一起吗 我 孩子 爷爷的时间不多了 就算你帮我一个忙 我只能戴上 适时 做我们圣家的孙媳妇 那不过这孩子 十岁上就没了夫妻 外表 虽然冷酷无情 其实啊 她真正需要一个 不关心她的人啊 好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竭尽全力让他信心 你也好 叫我 叫我给你 你终于肯出现了 爷爷的事 我也很难做 他是我载到生家以来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 时间不早了 我们先进去 爷爷 你要不要再重新考虑一下 沈南方 嫁给你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愚蠢的决定 现在终于能解脱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没什么好犹豫的 好 一定 南方 喝点蜂蜜水吧 也很好的 给我去弄个水来 试试马上去 等等 原来的东西呢 这是张小姐的 来了 来了 哎你快看看 今天布置的新房子一样你看 喜欢吗 我原来的东西呢 我扔到杂务间去了呀 谁啊 我必须允许你这么做的 滚出去 南风 起床吃饭了 今天我喜欢上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盛南方 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没想到我的相亲对象居然是他 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我们结婚了 这傻瓜 到底偷偷跟了我多久 五年了 苏少爷 你究竟在哪里啊 你ng girl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什么都说了 小心 好久不见 小心 苏少爷 他们怎么在一起啊 是不是 Horner 起床 可以 看苏小姐有点眼熟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应该是记错了 我刚从法国回来 王总 我和苏小姐单独聊一下 行 盛阳芳 你倒掉干什么 这些年你去到哪里啊 我去哪儿 好像跟盛总没什么关系吧 盐盐 少年 盐盐 我知道你恨我 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解释 你再不放手 我真的叫人了 只能让你给我放尊重点 怎么了 少年 没什么 跟盛总有点小过回吧 这是我跟少年两个人之间的事 你确定要查什么 现在少年是我的人 他的事 就是我的事 请进 请进 请啥 我派人调查过 苏少年小姐 五年前去了法国 用了法文名字 朱丽雅 最近在国内的 怪不得一直找不到她 行 我知道了 那去忙吧 张小姐也来了 告诉她我不在 赵小姐 我们总裁有事 她出去了 要不 下次再来 等等 季晨阳 苏少年回国以后 南方有没有单独跟她见过面 这是总裁私事 不是 我们直接做下手吧 不知道 我去给你倒杯咖啡 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张天威 好久不见 苏少年 原来真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当然是赚钱了 我跟两位高贵的小姐可不一样 不赚钱 就没饭吃 你跟我哥离婚的时候 难道我们要补偿金 外面请自辩 单队 有事 帮我们俩倒两杯咖啡吧 我们俩可是总监的朋友 放入你的咖啡 慢慢品尝 苏总监 各部门负责人已经准备好了 会议马上开始 行 知道了 你叫了什么 这位是我们法国总公司 派来的苏少年苏总监 原来张小姐自以为是我的熟人 不过不好意思 我好像跟你不熟 走 拍回去了 不是 我看着你了吗 都不熟了 我送你回去 不必慢慢胜走了 妍妍 我们谈谈 不好意思 我哥和男朋友犹豫了 跟我来 来 妈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信不信 我真的会报警 你有什么事赶紧说 我没工夫 没错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自从外公去世后 已经很久没听到有人这么叫我了 别这么叫我 你没这个资格 喂学长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耽误你 约会取消了 沈丹丹丹 你是有病吗 你有什么资格代替我取消约会 你把手机还给我 媛媛 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你冷静下来 你听我说 我不想听你说 我也不想冷静 把手机还给我 你还给我 还给我 嗯 嗯 你们在干什么 你给我站住 喂 南方 南方你不该解释一下吗 小薇 我说过我们之间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已经开始在准备我们的婚礼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他对吧 这么多年 我给你的感情更像是兄妹而不 够了 兄妹 你现在趁你保护我看你十几年的付出吗 那我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 我叫天威 今天会成为你的妻子 什么事 总裁这是公司赞助的磁产晚会清帖 找个人替我去 可是我看上面有苏小姐的 你还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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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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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该怎么办 南方不知道被那个女的迷了心窍还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哎呀 你别着急 她肯定是一时糊涂 被那狐狸竟迷了心窍了 可是 我妈 放心 有我站着你这边 盛老太太 您这么着急的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吗 苏少妍 看来 我是小看你了 说吧 要多少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突然回来纠缠不休 不就是为了当年没拿到离婚补偿金吗 我们盛家 不是小气的 只要你保证 不再纠缠南方 那就开个店了 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 我要是南方的一半身家 如何 苏少妍 也太过分了 这不是您说的吗 怎么 对不起啊 那就把嘴闭上 不要对我指手画脚 简单的动静你也配 你在干什么 南方 少妍 怎么样 盛南方一接到我的电话 就火鸡火燎的赶过来了 应该没做过什么好戏吧 嗯 他来得刚刚好 不过以后啊 也别这样了 为什么呀 这次可是他妈主动来找你麻烦 你不会还要像之前那样 我只是不想跟盛家 再有任何瓜葛了 南方 其实刚才妈 妈 不要再去找苏少妍了 也不要再张罗我跟小薇的事情 否则 下个月开始 除了生活的基本开支 我不会再支付你跟小雅的信用卡账单 那些赖在甚至吃闲饭的沈家远方亲戚 也将李可娟铺盖滚蛋 南方 就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 竟然对你的亲生母亲这么绝情吗 妈 她不是不相干的人 她是你儿子我心爱的人 张小姐 今天真漂亮 谢谢王总的花奖 哦 对了 盛总啊 我记得我邀请她了 哦 她今天应该有点吗 一会儿就到了 顾总 欢迎欢迎 苏小姐 真是美丽很动人 今晚第一笔上款 就全交给你 王总 您真是过奖了 到处招呼你 这是个水心养花的女人 感谢今晚 大家给王某薄面 参加这次慈善晚会 今晚的慈善晚会 所有募捐 都会捐献给 清城市儿童基金会 接下来 由苏小姐 由苏小姐为大家呈现出第一个耳环 这对耳坠底价三千元 请各位踊跃出价 一万 五万 五万 二十万 顾总为博美人一笑 果然出价更高 二十万一次 二十万两次 三十万 果然盛总一出手就是三十万 四十万 顾总又加到四十万 真是没想到 一副耳环居然掉到四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次 成交 那我在这里 就替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感谢顺总的爱心 不必了 我们盛世也在热衷于慈善活动 这个耳钉 比他更合适 继续戴着吧 那怎么能行呢 那就一起喝一杯鲁客 没想到盛总也这么有情绪 苏小姐的魅力果然不小 顾先生 你跟苏小姐什么关系啊 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喜欢她 但是她的心思 都在盛同堂学 爷爷 今晚真美 不要再说这句话了 免得运势大家的误会 不误会 怕谁误会 不议人吗 是又怎么样呢 你不会真跟她在一起吗 在一起又怎么样呢 是人方你有病吧 我劝你一句有病就要尽早制服 当初明明就是你先提出的离婚 现在又在这里假惺惺的故作申请 你给谁看呢 她说是我提出的离婚 你今天有没有乖乖的听干妈的话呀 有 还没有呢 这小家伙一天天吸气骨外想法可太多了 今晚上可给我铁桶快了 还不是你自己探斗呢 快点 你怎么又来了 跟在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 却在这儿喝闷酒 傻不傻 什么意思 你怎么做 苏绍妍跟顾日然早就勾搭在一起 连孩子都不 不可能 这是什么 老爸啊 苏绍妍这个女人不值得你为她这样 你不要挑我 其实这个世界是我们最爱的 来 下车宝贝 学长 真的谢谢你啊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少爷 你以后能不能对我不要这么客气啊 来 宝贝 顾叔叔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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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牙 拜拜 你要跟妈妈说什么 妈妈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上一二年了 今天呢 妈妈要加班 晚上放学的时候跟妈回来接你 好吗 嗯 拜拜 拜拜 市民发布会马上就要到了 原材料供应商怎么会出问题的 这个王老板和原来的李总监关系亲密 所以 明白了 不过现在时间很紧迫 连新的供应商肯定来不及 这样 你打电话给王老板 说我要请他吃饭 我亲自跟他谈 总监 这个人很年长 没关系 去吧 好的 喂 细文 怎么了 少爷 小月牙不见了 什么 怎么回事 我不认识你 妈妈说不能随便 你要摸什么样的东西 我叫盛南风 你妈妈苏少爷 曾经是我的妻子 妈妈说你还是我爸爸了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初次见面 我叫苏月铃 你可以叫我小月牙 盛南风 妈妈 月牙 宝宝 你怎么算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 妈妈都担心死你了 盛南风 你以后不许再见我的孩子 更不准私私把他带走 否则 我肯定报警抓你 坐 妈妈 关于小月牙的事情 你没有必要向我解释一下吗 她是我的孩子 我有什么需要向你解释的吗 帮你紧张什么 来 宝贝 你先进去玩 妈妈跟这位盛叔叔说说话 好不好 来 去吧 快 小月牙也是我的孩子 你到底要隐瞒我到什么时候 那你觉得 你也有资格当他的父亲 你还有一点 双眼 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明天你再去吧 走吧 这么行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尽全力补偿你们 做什么都可以 不需要 如果你真的心里 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困执的话 就麻烦你远离我们 不要来打扰我们母女的生活 我除了这个不可言 妍妍 我知道我自己错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但是我离不开你 盛南帆 你离不开的不是我 是那个被你虐了千遍百遍 还有傻傻为你付出的苏少妍 你放心吧 同样的坑 我不会踩第二次的 我知道一时时间你很难接受我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我快要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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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盐 小包 你怎么来了 送你去医药园啊 沈南方你又想干什么 送小医药去上学 然后再送你去上班 放着 你不是上班来不及了吗 再说了 身为执行总监 你总应该给小医药园吧 那这样 你总应该给小医药园吧 你先送他去幼儿园 我自己打车去上班 宝贝 今天放学之后 乖乖等妈妈来接 不许跟这个人走 听到没 嗯 来 把书包拿上 看来他还要去很久 我今天还好了 以后你放学的时间 潺阳叔叔会接你来公司 为啥 因为我想跟你多一点时间相处啊 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嗯 那是是不是不能告诉妈妈 对 对 对 你想到苏小姐 不仅人长得漂亮 身材 也挺好 王总 您真是说笑了 咱们呢 还是先聊聊这个 供货合同的问题 合同好说 先喝酒 好 气氛到了 什么都好说 嗯 王总 真是不好意思 我先去趟洗手间 行 好 嗯 真没想到 那个小孩居然是南方的女儿 真是扮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事到如今 只能尽力想办法补救了 小月阳 阿姨好 阿姨给你带了个礼物 你看 养娃娃 你喜不喜欢 谢谢阿姨 可是我妈妈说 他都给那句是陌生人的礼物 阿姨不是陌生人 阿姨马上要跟你爸爸结婚了 以后阿姨也会是你的后妈 阿姨 你不可能当我后妈 小哥和我妈妈又不好了 不可能 他们都离婚了 怎么可能还在一起 你别胡说 我没事 阿姨 阿姨妈当我后妈 我不要你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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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会娶一个女人 那就是你妈妈 你知道吗 你娶什么呢 男方 看来我的不忍和纵容 只会让你越陷越深 来人 以后谁再随意进出我办公室 一律卷不该走人 你也不会这么狠心嘛 送张小姐去医院 张小姐 行 别跑 我自己会走 我 爸爸 你喊我什么 爸爸 爸爸你放心 我当一个 在这儿 进来 你 睡 王总 你看我们这酒也喝完了 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不着急 开个房间 闷闷的 你 王八蛋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拿着你的合同滚蛋 你赶快去下手吧 当然是让你舒服的东西 你分开 分开 帮我处理一下那个王总 顺便去我结婚酒店查一下 每天的事情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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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 言伟 以后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安心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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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关 你过关 好热 你哭多了 好热 好热 圆圆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约我 南方 早餐好了 我赶着去上班 我做了很久的 你尝一口就好 自己吃吧 爸爸 我要喝牛奶 我要喝牛奶 爸爸 我要喝牛奶 爸爸 我要喝牛奶 爸爸 快点 妈妈来了 早餐马上做好了 不用 我不饿 昨天的事 谢谢你 照顾你们母女 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爷爷 我们复婚吧 盛南方 我曾经深爱过你 也恨不过你 但现在的你对我而言 除了是小月儿的 亲生父亲之外 跟陌生人没有任何区别 爷爷 你听我解释 我不想听 我的心草就已经死了 学长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少爷 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嗯 谢谢 其实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我都没给你准备礼物 没事的 没事的 不用给我准备礼物 只要你收下这个就好 学长 你这是 少爷 我发誓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我也会把小月儿 不要当成是我亲生女儿 对待的 谢谢你 但是这个东西 我真的不能接受 为什么 一直以来 我都非常的尊敬你 也很感谢你 可是这从来都没有男女之情 我先走了 顾大哥 小雅 走 我没迟到吧 没有 是我来走了 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 我还以为你讨厌我呢 怎么会呢 小雅 你出身好 又聪明漂亮 这追你的人都排着队 可我对他们都没有兴趣啊 顾大哥 其实 小雅 今天其实有件事情 我有个朋友 他很看好盛世的发展 准备入手一些股票 当个小股东 听说你手上有百分之五的股票 如果你愿意出售的话 价格好商量 这个 没关系 小雅 你要是为难的话 就算了 顾大哥 你等一下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小雅 谢谢你 来 坐 什么 你居然拒绝了顾已然的求婚 他可是青春市排名前三的钻石男 排名第一的是我爸小方 你一个小孩子家也懂什么 干嘛 你也是单身狗 连个恋爱都没有谈过 他生了我的小月牙 以后我再也不会陪你组队打游戏了 不打就不打 反正我肚子都是个白鱼 你还是个青鸿 你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再说了 反正呢我这辈子是不打算再婚了 我现在就想努力赚钱 然后把我们小月牙给人找她 好 喂 小雅 有什么事吗 顾大哥 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我听说新上映的一部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忙 你要不跟别人去吧 顾已然 你明知道我喜欢你 为什么对我忽冷忽热的 你不会心里还有那个什么苏少妍吧 对不起啊 小雅 咱们两个是没可能的 我真不明白 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我和南方从小一起着 我们是所有人眼中公认的一对 新上演 他凭什么家 那天在福利县城 他差点杀了我 我恨死他 我哥的姑娘虽然都昏了头 整天跟着那个苏少妍屁股后面混 要是没有苏少妍这样的人 就好了 你说什么 小雅 如果没有苏少妍 我就可以和南方在一起 你也可以和桂兰在一起 我们都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幸福 不是吗 只要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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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好过的 我们都会好过的 小雅 你哥哥为了苏少妍 居然威胁要停掉我们的信用卡 对不起小雅 咱们两个是没可能的 要是没有苏少妍这个人 就好了 苏少妍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小雅 你哥哥怎么样了 妈 妈 妈 哥没事 只是受了点轻撑 医生说过两天就能出院 哎呀 你吓死妈了你 快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了 是哪个王八蛋给开着车啊 我 是我 你 你 你个丝丫头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你看着我干嘛 好看 我看你是病行得差不多了 这段时间呢 我现在有点忙 我就先回公司了 哎呦 我的头 怎么了 来 来 我看看 好多 昨晚的事 是 是小雅不好 如果你要追究的话 我绝对支持你 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很危险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年前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我不想再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危险 你 可你不是已经和张天薇你们两个人了 我跟她是清白的 我这辈子只爱一个女人 她的名字就叫做 嗯 聪下眼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爷爷 您天天接我出院好不好 我先走了 对不起 你看刚才苏少爷的态度 那小雅只不过是一时气 不过这 好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帮她说话 好好看看吧 不如小雅 南方她怎么样 轩薇 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我对你很失望 你这话什么意思 妈 你别跟她废话了 咱们走 到了 你自己进去吧 你不进去啊 不去了 我对这儿的印象实在不算好 哎 哎 哎 你干嘛 你放开 放开 你干嘛呀 你放我下来 来 这个送给你 俗气 燕燕 我后来才知道 薰衣草的花语是等你爱我的 对不起 你不要再说了 你老鼠好 你好 我们一起玩吧 等一看 你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名字 妈妈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没有 妈妈只是在看爸爸的日期 妈妈 你还喜欢爸爸吗 我也不知道 那妈妈 今天要二人 举行唱歌赔赛 我又拿了第一名了 真的呀 我的宝贝 你说 你想要什么奖励 妈妈都满足你 什么奖励都可以吗 嗯 欢迎光临 现在本店正在举行情人节特别活动 最佳情侣接本照 和免费获得情人节套餐一份哦 还有礼物赠送 你干嘛 姐姐妈 爸爸妈妈 你们快听听 人也想要礼物 不了 我们之后不参与了 哥妈 真的吗 有多好的什么礼物都可以的 别人 月阳 胡说胡闹 你答应孩子的事情 可不能食言 来吧 总裁 最近一直有人输过我们公司的股票 而且数量不小 找时间帮我约约李董他们吃饭 我们看这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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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爸 妈妈你走了 没事吧 把他 爸爸 妈妈你走了 爸爸 妈妈 妈妈 你刚昏倒了 我立刻送你去医院 不用 我知道你努力 但是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 你把小月牙都吓坏了 你 宝贝 妈妈对不起 你 不顾我了 拜拜 妈妈 你们要永远守住 我一个都不能想 妈妈 你也你醒啊 你怎么样 有没有舒服一点 睡了一觉舒服多了 月儿呢 她已经睡了 然后 嗯 我炖了鸡汤 你乐不乐 你还会炖鸡汤 啊 跟着手机学的 你要不要喝一点 待会咋 哎 怎么了 可能人躺不太久了 腿有点麻 这样呢 有没有好一点 嗯 舒服多了 姐 但是 你还是别按了吧 怪能不能行的 你说老婆有什么好难为 呸 谁是你老婆 我就能吃饿了 咱们看来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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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希伟 你今天不用过来 我会照顾好少颜他们 岳雅 肯定是你干妈来了 你快去开个门 妈妈 希伟 嫂子 我们是特意来向你们道歉的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 真的很对不起 小叶雅吧 来 快让奶奶看看 哎哟喂 我的快孙女 来 这是奶奶给你的见面礼 谢谢奶奶 哎 真乖 小颜哪 圆娘妈妈吧 之前对你有成见 那是因为我和南方她爸爸结婚 也是被长辈安排的 我知道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非常的痛苦 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再走我的路 您别说了 我都知道了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就不要再提了 好 咱们提了 以后啊 咱们一家人好好管日子 来 小叶雅 再让奶奶抱抱 妈 到我了 让我也抱抱 等一会儿 再让我抱十分钟 张天威 张天威 你冷静一点 自暴自欺是没有用的 杜少爷 我叫我去离开南方好不好 我十几岁开始喜欢南方 我做了一切都是为了他 我都没有他了 别闹了小微 他下来 你跟他说 你跟他分享跟我在一起 你干嘛 我知道 我从这里看下去 我让你一分子不太爱你 做的一切我就知道了 别再自暴自弃了 别忘了别忘了 我说 我是爱你的 我他都没有爱过你 我从小一起长大 我自以为那段感情就在爱你 知道跟他离婚之后我才知道 到底什么是爱你 对不起 我没有早点和你说清楚 不可能 我不是 这不是真的 不是的 nai ma 你告诉我不是真的 你告诉我不是真的 你告诉我 顾总突然看下光临 不知有何会掉 顾全长要说 顾南房 我现在以盛世最大股东的身份通知 交出经营权 和总裁权 顾约 看来你今天 志宅必得啊 过去 方便问一下原因吗 三十年前 我的母亲顾清明 和令尊圣叶本是一对情侣 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谁知道圣家 拼命地拆散他 逼圣叶和审视小姐里 完全不顾当时 我母亲已经怀有身孕 原来你就是 死了之后 我母亲一直郁郁寡欢 在得知圣叶意外去世之后 受到了更大的刺激 我现在精神错乱 发病的时候 连我都不认识 这一切 都是被你们圣家所赐 我父母的婚姻 的确是个错误 但那也都是 上一辈的事情了 我们俩都是受害者 那现在呢 我喜欢了少年这么多 可他把心思 全部都放在你身上 虽然你做了那么多 对不起他的事情 但一人不愿意 多看我一人 少年喜欢谁呢 是他自己的生存 我能替公平禁止 不要再说了 下周股东大会 就是盛世一主之事 你公司的事我听说了 警官是很麻烦吗 爷爷 如果明天股东大会上 我变得一无所有了 怎么办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能够东山再起 大不了 我养你嘛 他不通知我 会co您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 这位就是咱们盛世新的总裁 顾以仁先生 盛总 您在开玩笑吗 公司马上就要面临破产重组了 这个时候定新总裁 什么意思 你都听到了 咱们盛世现在资金紧缺 如果正好有人接盘的话 那不是这个 我看过你的风暗了 这会人老 一老卖老 思想净化 导致我们盛世这么多年来 过度不前 看来啊 确实是 需要改革了 放心吧 爷爷 新的盛世 马上就要应运而生了 哥 想了想去 我还是决定告诉你 有人要买我手上的盛世股份 总裁 顾依然和张家的人接触 想吞掉他们的补权 让他们买金 要多少给他们多少 你从小雅和张家手中拿到的股份 是我故意买给你 谁拿到 你 目的就是要掏空你手上的资金 而你现在所持有的盛世 只不过是一份空架子 布市 也会因为资金锻炼而生有危机 照顾 你要说 是 南方 西文干嘛呀 神神秘秘的 到底要干嘛 你不要管这么多了 在南方 今天正式向苏少爷小姐求婚 无论是健康或是疾病 无论是贫穷还是负远 我都将一生一世守护 保护 直居直吃 对 这五年来我一直把她待在身边 就像有一天 能够亲手再帮你带 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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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远变 爸爸 爸爸 他怎么知道错了 对啊对啊 少爷 你看他态度这么诚恳 以后肯定不会再欺负你了 我想说的是 这男男性无觉前的 接着就都不白个心的 明天就什么 那好吧 那我就给陈达一 都交给你 啊 啊 啊 哎呀 哎呀 你见死我 我爱你 妈妈起床了 妈妈起床了 爸爸 爸爸 今天是新奇提 让妈妈都睡一会儿 大懒猪快起来 你说好的要带我去游乐园 爸爸都把早上的都给做好了 哦好吧 哇早上这么欢声啊 谢谢老公 嗯 怎么了不舒服吗 那个 月牙 可能要有弟弟 真的吗太好了 我要打电话跟我们干妈和奶奶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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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